中时传递价值,解读全球好书,你好,这里是喜马奖书,今天问你解读的书是《美丽心灵,纳什传》,提起《美丽心灵》,你可能会想起一部经典的美国电影,就叫这个名字,2002年它荣获奥斯卡八项提名和四项大奖,这部电影的原著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本书,它是关于20世纪的伟大数学家约翰·纳什的一本人物传记, 那时是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他对人类最大的贡献是在冯诺伊曼的基础上大大开拓并发展了博弈论,对于刻画人类社会各行各业的合作与竞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比方说有一本著名的科普书《自私的基因》,作者道金斯就用博弈论来解释动物的进化和行为,而在文艺作品里面也出现了博弈论的因素, 比方说科幻小说三体,里面有个黑暗森林理论,实际上就是博弈论当中囚徒困境的遍体 《美丽心灵》这本书不仅能让你了解博弈论,更能让你看到在博弈论背后那时非同寻常的一生 那时的经历在古今中外所有的数学家、经济学家里都是绝无仅有的 年纪轻轻,在顶级大学任教,31岁突然就得了精神分裂症 过了25年与学术活动隔绝的痛苦生活 但更神奇的是,靠着他自己强大的意志力和身边亲人朋友的关怀与支持 他的病奇迹般的出现好转,最后恢复到正常状态 凭借着年轻时一篇27页的论文,拿到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这本书的作者叫谢尔维亚纳萨,他当时在纽约时报担任经济记者 他深入采访了那时身边几百个亲人朋友、同事和学生 阅读了大量书信文件,才一点一点还原拼凑出了整个故事 完成了《美丽心灵》这本书,这也是他的处女作 这本书出版后受到一致好评,获得了1998年美国书评界传记奖 和2000年美国数学联合政策委员会传播奖 改编成同名电影后更是轰动一时 纳萨后来辞去纽约时报的职务,据普林斯顿和剑桥做访问研究 2001年起担任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接下来我们分三个部分来为你讲述《美丽心灵》这本书 第一部分,在那时混病之前早期的人生经历 第二部分,博弈论究竟讲的是什么 第三部分,那时从康复到获得诺奖的过程 我们先来说第一部分,纳什早期的人生经历 其实在儿童时期,纳什的志向也不是研究数学 1928年,他出生在美国一个普通家庭里 爸爸是电力公司的工程师,妈妈是个中小学老师 这是一个充满亲情温暖的家庭 但纳什从小就显得内向孤僻 别的孩子在结伴玩耍,他总是一个人埋头看书 或者躲在一边玩玩具 有一次他们全家一起参加爸爸公司办的晚宴 小纳什整个晚上都在搭电梯上上下下 电梯把他给迷住了 直到最后不知道为什么把电梯弄坏了 搞得他父母很尴尬 青少年时期的纳什保留着爱钻研的习惯 暑期打工的时候,有一天他突然善离岗位好几个小时 后来人才发现,他躲在角落里 捣鼓一个设计精巧的老鼠夹子 在小学时,纳什的学习成绩包括数学成绩都并不好 算术课只有B减 老师认为他是一个学习成绩低于智力测验水平的学生 在数学课上纳什不走寻常路的解题方法 还经常受到老师的批评 然而纳什的母亲对纳什充满信心 后来的事实也证明 这种另辟蹊径恰恰是纳什数学才华的体现 上高中时,他常常可以用几个简单的步骤 取代老师一黑板的推导和证明 高中化学老师后来说 只要我在黑板上写出一道化学题目 所有学生就会纷纷拿出铅笔和白纸 而纳什一动不动 他会用双眼盯着黑板上的方程式 接着很有礼貌地站起来 给我们讲出答案 他可以在自己的头脑里解答这个问题 从来不用拿出笔或纸 让纳什真正表现出数学天赋的 是他在中学时期 接触到的一本数学家传记 数学大师 纳什成功证明了 其中和费马大定理有关的一个小问题 但即便这样 他也没有想去专攻数学 1945年6月 纳什跟随工程师父亲的脚步 进入卡奈基梅隆大学 攻读化学工程专业 由于他已经掌握足够的数学知识 可以免修大部分的入门课程 纳什的教授们告诉他 说数学对于一些出类拔萃的人来说 是一个不错的职业选择 纳什在申请研究生的时候 也就选择了数学专业 他的老师达芬写了一封推荐信 信中只有一句推荐语 他是个数学天才 后来哈佛大学和普林斯顿 同时录取了纳什 纳什本来的首选是哈佛 但那时年轻的纳什 可以说有点傲娇 他觉得普林斯顿数学系主任 上赶着写信催他 让他来普林斯顿 还主动给他提供了 1150美元的奖学金 是对他的认可和重视 而哈佛没有来信 也没有奖学金 摆明了就是不怎么重视他 所以他就选了普林斯顿 没去哈佛 在《美丽心灵》的作者看来 这虽然任性 耍小孩子脾气 但对纳什来说 也未尝不是一种幸运 因为哈佛是一个 循规蹈取 凡文汝节非常多的地方 而普林斯顿的环境 非常的包容 开放 与纳什同届的一名研究生 回忆到 普林斯顿的信念是 人脑能用数学思想 来解决所有事情 刚进入普林斯顿的纳什 非常心高气 他的同学评价说 纳什很愿意让每一个人 看出他有多聪明 倒不是因为他需要这种尊敬 而是因为看不出 这一点的人的观察力 有待提高 如果有人还不知道 他就会花一点时间 帮助他认识到这一点 他就是想得到更多的注意 纳什几乎不去上课 而把他的大部分时间 花在思考上 因为他对单纯的吸收知识 深恶痛觉 强烈要求通过独立思考 和实践来学习 所以他经常泡在图书馆 钻到桌子或椅子下面 或者躺在地板上 吹着巴赫的曲子 在自己的脑海里工作 当时他研究数学和博弈论 研究的有些走火入魔 他要把理性用在生活的 每一项决策里 比方说 上一步电梯 还是等下一步 把钱存在哪个银行 要不要结婚 通通转化为计算和思考 即便是别人在走廊里 随口打招呼这样的小事 也会惹得他颇为恼火 你究竟为什么要向我打招呼 1950年 纳什以博弈论为主题 写了一篇27页的博士论文 就顺利毕业了 在那篇论文里 他提出了一个重要概念 也就是后来的纳什均衡 咱们会在第二部分重点讲述 讽刺的是 纳什虽然写了一篇 今天看来很伟大的毕业论文 但普林斯顿的数学系 却觉得这个人没什么水平 压根就没打算让他留校当老师 于是纳什只好先去了 美国的一家叫兰德公司的智库 做了一阵子研究顾问 那是一个超级保密的冷战智库 当时 兰德正在把博弈论 用于冷战时期的军事和外交策略 工作期间 因为被兰德公司的计算机吸引 纳什迅速将自己的兴趣 从博弈论转向了纯数学 纳什一心想证明自己 是个纯数学家 很快他就取得了 与流行和时代数促有关的学术成果 这东西是什么 咱们不用理解 很复杂 你只需要知道 他靠着一些跟博弈论 无关的数学成就 进入了麻省理工担任老师 在麻省理工的日子里 他认识了他第一个女朋友 但要让一些人失望了 这个女生并不是电影 《美丽心灵》里的女主角 爱丽西亚 而是一个护士 阿丽诺 在1953年 也就是那时25岁的时候 他们两人 还有了一个私生子 但那时这时候 做了一件很扎的事情 就是抛弃 并且不承认 他们母子二人 因为他觉得 阿丽诺的文化知识水平 配不上他这个大才子 后来他就在课堂上 认识了女学生爱丽西亚 准确地说 爱丽西亚施展了个人魅力 追到了他的老师那时 1957年 他们结婚了 婚后一年 那是精神失常的症状 开始显露出来 他一身婴儿打扮 出现在新年晚会上 有一天 又拿着一份纽约时报 垂头丧气地走进办公室里 对一群教授说 他正通过手里的报纸 收到一些信息 要么来自宇宙里的神秘力量 要么来自某些外国政府 而只有他能够解读外星人的密码 换句话说 他开始犯魔症了 而就在那一年 他跟爱丽西亚的儿子出生 后来这个孩子 也遗传了他的精神分裂症 那时为什么会患上精神分裂呢 这种病的起因 今天医学界也不是很清楚 除了遗传之外 医学界普遍认为 环境的压力 还有人本身的心理素质 也很重要 那时30岁的时候 他突然开始变得疯疯癫癫 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所以在这之前的一段时间里 他可能是受到了什么重大刺激 比方说几年前 那时曾经被警察以 有伤分化的罪名逮捕 说他在厕所里勾引同性 这导致他最终被兰德公司开除 还有 那时之前的情人和私生子 让他保守的父母知道以后 大发雷霆 这都是可能的刺激 但作者认为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 那时一直心比天高 他自诩是个纯数学家 但30岁之前 他离顶级的数学大师 比如高斯 欧拉 黎曼这些人 还是有明显差距的 有一次他做了个研究出来 但是他因为特别注重原创性 从来不看别人的论文成果 就自己闭门造车 结果搞出来才发现 有一个意大利人 在他之前 已经提出过同样的理论了 人家先到先得 拿到了数学界的诺贝尔奖 菲尔兹奖 那时就跟大奖失之交臂了 这些事情 对他的挫败都是比较强的 著名的华裔数学家陈醒生 当时和纳什是同事 陈醒生后来说 纳什这个人 路子走歪了 只想挑战那些最难的题目 结果弄得一塌糊涂 30岁的纳什 曾经希望在哈佛 或者普林斯顿找到一份工作 但他当时人在麻省理工学院 既没当上正教授 也没有永久教职 系主任也不想这么快就提升他 因为系里的一些人认为 他是一个蹩脚的教师 作为同事 想处起来更差劲 所以不到一年以后 可能是各种各样的负面经历 刺激了纳什 他被诊断 患上了偏执型精神分裂症 突然从麻省理工辞职 在接下来的十年里 频繁进出精神病院 到40岁时 他失去了一切 朋友 家庭 专业 跟电影里夫妻间的从一而终不一样 1963年 爱丽西亚实在无法忍受 疯疯癫癫癫的纳什了 他们选择离婚 但他并没有放弃纳什 离婚后 爱丽西亚也没有再婚 他靠自己作为电脑程序员的微薄收入 继续照料前夫和儿子 他坚持 纳什应该留在普林斯顿 因为一个人行为古怪 在别的地方会被当作疯子 而在普林斯顿这个海纳百川的地方 人们会充满爱心的想 他可能是一个天才 在那时患病的很多年里 他就作为一个无业游民 在普林斯顿的校园里游荡 也都没有人管束他 驱逐他 他会在黑板上 写下各种莫名其妙的公式 在图书馆里彻夜徘徊 偶尔还从窗子里向外泼水 人们只是叫他普林斯顿的幽灵 教学楼和餐厅也都一直对他开放 大家都觉得天才可能就是乖乖的 而他则兴冲冲地自认为 我是一位伟大而具有神秘重要性的宗教人物 他相信他看见了许多东西 比如一个电话号码 一个领结 一条小狗 纽约时报上的一句话 都有一种隐藏的意思 只有他能看动 他发现这样的信号越来越强烈 以至于忘了生活里真正重要的事 有时候他独自坐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餐厅的桌子旁 有人亲眼见过 一天早上他站起来 向墙壁走去 把头撞到墙上 很慢 一次又一次 双目紧闭 握紧拳头 是埃里西亚在纳什生病期间精心照料他三十年 他的病情才逐渐稳定向好 就在他疯疯癫癫的同时期 他的博弈论越来越受到学术圈的重视 他的名字变成越来越多的专有名词 纳什均衡 纳什嵌入 纳什破裂 纳什谈判解 1987年新型的大型经济学百科全书 新帕尔格雷夫问世 编写者指出 那场横扫经济学的博弈论革命 很显然是由冯诺依曼和纳什的基本数学定理所引发的 别人的任何贡献都不能与他们相比 那么接下来第二部分 咱们就来说说纳什最重要的学术成果 博弈论究竟讲的是什么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萨缪尔森说 要想在现代社会做个有价值的人 你就必须对博弈论有个大致的了解 也可以这样说 要想赢得生意 不可不学博弈论 要想赢得生活 同样不可不学博弈论 纳什为博弈论编制的经典故事 就是著名的囚徒困境 明白了这个 你就明白了 博弈论和纳什均衡是怎么回事 囚徒困境说的是有一个案子 有俩共谋犯罪的人被分开审讯 没法串供 警方跟俩人说 如果你俩都坦白 就判刑八年 如果你俩都不招 都只判半年 而如果你招了 对方不招 我们立刻把你放了 而对方要被判十年 明眼人一看 肯定是俩人都不招最合适啊 加起来才一年 但事实跟我们想的不一样 甲这个人现在就琢磨了 如果乙招了 我招供判八年 我不招判十年 算了 我还是招吧 那如果乙不招呢 我招供 我现在就放出去了 我不招 我得跟他一起蹲半年 那我也肯定选招供啊 就在甲的隔壁 乙也是这么想的 乙也选择了招供 结果 最后结果就是 俩人都被判了八年 而不是半年 是不是挺邪门呢 博弈论就是这样 两个理性的人没有沟通 从各自的利益出发 互相猜心 最后得出了自己 无论如何 都只能这么选的结果 而这个结果 是八加八等于十六年 是最差的一个结果 而这个点 就是纳什均衡点 什么是纳什均衡 就是一个局 一个游戏里的多个参与者 谁也不能通过单独改变决定 让自己获益更多 甲帆会说 我不招了 他的结果只会更糟糕 咦 也一样 博弈论在经济学上 有一个特别重大的意义 就是他颠覆了亚当斯密以来 传统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前提 亚当斯密认为 现代经济的蓬勃发展 根本动力来自于人们 处于自私自利的分工协作 也就是我烤面包 你缺铅笔 不是因为我们要利他 而是因为我们要利己 赚钱 所以我们会高效地生产 而每一个人处于自私 做好他所擅长的 一点点本质工作 让每个人发挥出 他的最大效率 让整个社会的面包 铅笔 这些物质财富 都同时快速地增长 达到全社会 利他的效果 用亚当斯密在 国父论里的原话说就是 通过追求个人的自身利益 他常常会比他实际上 想做的那样 更有效地促进社会利益 这对整个西方 现代经济学来说 是一块重要的基石 而纳什的博弈论 尤其是囚徒困境证明了 人们出于自私自利 所采取的行动 可能并不利他 反而是既损人 又不利己的 有人说囚徒困境 就是个虚构出来的场景 现实当中并不多见 但其实纳什的博弈论 就是从扑克牌 国际象棋 这种游戏的研究中 发展出来的 每个人面对同样的规则 拿着手里的牌 去猜别人会出什么牌 不管他出什么 我都有办法对付他 争取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这叫博弈 比方说 我们生活里总有一些人 想捡现场的好处 像股市上 有等待庄家抬轿子的散户 再比如做假运动鞋的 做假药的 各个产业里 都有企业等着市场中 出现新的爆款 然后大量的山寨 纺制 谋取暴利 就算是在你们公司里 也总有些好吃懒做 不创造效益 却还想等着分享成果的人 这些现象 其实都可以用 博弈论的一个经典模型来解释 为什么它们的出现 一定是必然的 这个模型叫 智猪博弈 智慧的智 小猪的猪 它可能比囚徒困境 更实用 更有趣 他讲的是 猪圈里有一头大猪 一头小猪 猪圈的一边 有一个踏板 没踩一下踏板 在远离踏板的猪圈 另一头 那个投尸口 就会落下一点食物 如果有一只猪 去踩踏板 另一只猪 就有机会 抢先吃到 另一边落下的食物 当小猪踩动踏板时 大猪会在小猪 跑到石槽之前 刚好吃完所有的食物 如果是大猪踩动了踏板 那么它还有机会 在小猪吃完之前 跑到石槽 抢着去吃到 另一半残羹 好了 现在你来猜一猜 这两只猪 会怎么玩这个游戏 我先来给你揭晓答案 结果一定是小猪 会搭便车 在石槽边 等着大猪踩踏板 落吃的 而大猪却为了 吃一口剩的 没完没了的 两头奔命 为什么呢 我们还是用 囚徒困境的思路 来分析一下 如果你是小猪 你知道踩踏板 一无所获 不受累反而有饭吃 你一定不会踩 如果你是大猪 你也一下子 就能分析出来 小猪一定会去占坑 这时候我不踩 俩猪饿死 我踩了 我还能吃一半 那我就踩吧 所以这个游戏结果一定是 小猪躺着大猪跑 就像股市里的庄家 费了半天劲 分析出一家好企业 投了好多钱去买 有的小散户 啥都不分析 也没有分析的能力 就看着大资金流入 赶紧跟风买 搭便车 坐短线 套点力 很多人并没有读过 蜘蛛博弈的故事 但是却在自觉地 使用小猪的策略 所以你说 在股市里 谁更聪明呢 其实谁都不傻 想明白对方会怎么干以后 谁都做了自己 只能如此的最好选择 这就是纳什均衡 通过把这一理论 扩展到牵扯各种合作 与竞争的博弈 纳什成功地打开了 把博弈论应用到 经济学 政治学 社会学 乃至进化生物学的大门 后来很多政府 公共资源的拍卖 比如短期国库券项目 石油租约项目 都是在博弈论学者的设计中出手的 令人感到奇怪的是 纳什自己和他身边的人 都没把博弈论太当回事 因为单纯从数学角度看 博弈论的数学技巧 并不复杂高深 也没有创立什么新的分析工具 所以在数学家看来 这算不上什么高水平的研究 有一次纳什兴冲冲地 拿着博弈论论文 去找鼎鼎大名的博弈论开创者 冯诺依曼 等他讲完 冯诺依曼不以为然地挥挥手说 小菜一碟 你这不就是不动点定理吗 哪怕是纳什当时的导师 也没觉得这篇论文厉害 甚至还有点失望 觉得纳什本来可以在 纯数学领域有更高的成就 哪怕到今天 还有很多数学家坚持认为 纳什在数学其他方面的工作 水平要比他的博弈论强很多 所以纳什自己后来都没有 沿着博弈论的道路继续深耕 他开始去挑战各种各样的研究 比如量子理论 黎曼猜想等等 他正式出版的著作 由15篇论文组成 其中5篇与博弈论有关 其余10篇则是纯数学论文 直到纳什发表毕业论文45年以后 诺贝尔颁奖委员会决定 把经济学奖授予他 他在这方面的学术成就 才算重新得到正式承认 那接下来 咱们就来说说第三部分 纳什从康复到获得诺奖 经历了怎样一个过程 说实话 纳什能从精神分裂症当中康复 是一个奇迹 精神分裂症患者什么药也没吃 自己就好了 这种情况在历史上确实有 但是非常罕见 这个过程是非常缓慢发生的 在患病初期 纳什曾经接受过痛苦的 胰岛素注射治疗 当时的医学理论是 胰岛素可以迅速降低身体里的血糖 让病人陷入昏迷休克 血糖降低之后 大脑因为缺糖导致能量不足 就会让多余的脑细胞自动死亡 从而治愈精神分裂 这种理论在今天看来是纯粹的胡说八道 胰岛素疗法也早就废弃不用了 纳什当时只是白白地吃了苦头 而有意思的是 从70年代之后 纳什就拒绝再吃药了 他认为药物会让自己的思维变得迟钝 反而是不再吃药以后 纳什的病居然就开始慢慢好转 这个过程花了十多年的时间 纳什自己认为 他的病情缓解 跟他自己两方面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一是他逐步意识到 他的妄想幻觉不会产生任何结果 二是他用理性抗拒幻觉的能力日益增长 1995年 他在日记里写道 渐渐地 我开始有意识地 不遵循某些受到幻觉影响的思维路线 这些东西曾经是我的本能 关键一步就是 决定不再为我的秘密世界感到担忧 因为那不会产生预期的效果 当一个人努力使他的思想理性化的时候 那么这个人就可以辨别 抗拒幻觉思想当中的非理性猜测 如果你看过电影《美丽心灵》 对其中一幕可能印象深刻 那就是纳什猛然意识到 他幻觉中的那个小姑娘 原来永远都不会长大 这时候 他终于分清了幻觉和现实的界限 这一幕表达的思想是真实的 但是历史上的那时 没有电影里那么严重的视觉幻觉 还虚构出三个大活人来陪伴左右 真实的他更多的时候会产生幻听 容易单于幻想 患上精神分裂的人有极高的自杀风险 尤其是对于知识分子或者高智商的人来说 因为这种病发作起来是一阵一阵的 中间会有短暂的间歇期 在这段清醒的期间 当病人发现自己已经变成疯子 感到彻底绝望的时候 往往就会选择自杀 好在 埃利西亚的及时出现和陪伴 让纳什没有走上这条路 离婚后 纳什的母亲去世 她独自一个人游荡在普林斯顿 世界上再也没有任何人愿意收留这个疯子 埃利西亚把纳什接到自己的房子里同住 之后也一直在照顾她 而就在这期间 她还要面对另一个让人心碎的事情 就是他们的儿子同样患上了精神分裂症 这么多年来独自照顾两个精神病人 她居然能够坚持下来没有垮掉 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这本书的名字叫《美丽心灵》 为什么叫这个名字 有人说这个标题其实是在说埃利西亚 作者在这本书的一开头就表示 本书是献给埃利西亚纳什的 就在家庭和校园待在熟悉包容安静 不被当作怪物看待的环境里 纳什的精神状况得到了持续的改善 从80年代开始就有很多学术小团体 呼吁让纳什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那时候纳什均衡这些东西 早已经写进了商学院的教材里 但是有一些评选诺贝尔奖得主的评委 担心纳什可能还是疯疯癫癫的 就按着不给 直到90年代初 一个叫林德贝克的评委 甚至为了把奖给纳什 在瑞典皇家科学院大会上 跟个别评委大吵了一下 最终以微弱的选票优势 决定把199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颁给纳什 而理由也正是博弈论很好地补充了亚当斯密经济学的观点 但是严格来说 纳什是一个数学家 不是经济学家 所以评委会也认识到这一点 就在颁奖几个月后的1995年2月修改了规则 把经济学奖重新定义为社会科学奖 向政治科学 心理学和社会学等领域的重大贡献开放 后来 向《思考快与慢》的作者丹尼尔卡尼曼 也得到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但他就是一位心理学家 诺贝尔经济学奖向各个领域的学者开放 就是从纳什获奖开始的 就在给纳什颁奖的那段时间 发生了两件很有意思的事 一件就是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市中心 副总统戈尔宣布 有史以来最大的拍卖正式开始 美国三大移动通信服务供应商 也就是相当于 美国的移动 联通和电信 他们竞拍用于电话通讯的频道波段 最后胜出的投标 叫价总值超过70亿美元 这场拍卖会 就是经济学家们 根据纳什的博弈论设计的 博弈论 让这次拍卖成为 美国公共财产销售史上 最大的一笔交易 也是有史以来 经济学应用于公共政策方面 最成功 利润 最丰厚的典范 而另外一件有趣的事 就是在那时 乘坐豪华轿车 是向斯特戈尔摩市中心 准备出席诺贝尔奖颁奖典礼的时候 他指着路过的一家银行说 他曾经将钱电汇到那里 这是他为防备一次外星人入侵 而做的工作 在获奖后的小型酒会上 那时发表了简短的讲话 他说 他希望获得诺贝尔奖 可以改善他的信用评级 因为他实在太需要一张信用卡了 而他是跟另外两个经济学家 一起得的奖 他表示 真希望自己一个人读得这个奖 因为太需要那笔钱了 就像诺贝尔奖给他带来了好运一样 曾经老死不相往来的私生子 他的大儿子也主动回到他的身边 父子二人尽享天伦之乐 而在离婚38年后 2001年 那时和爱丽西亚正式复婚了 从此再也没有分开 2015年5月23日 那天那时夫妇到挪威 领取了数学界的大奖阿贝尔奖 但在返回家中的路上不幸遭遇车祸 夫妻双双丧生 于是那时就这样 走完了他86岁的传奇人生 好了 到这里 《美丽心灵》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就讲完了 这本书让我们看到 一个陷入精神疯狂的数学奇才 在亲人的不离不弃与关爱中 在周围环境的包容与谅解中 从绝境的谷底回到正常生活 得到本来就属于他的一切荣光 在那时的诺贝尔奖章上 普林斯顿大学和爱丽西亚的功劳 恐怕至少要占一半 爱丽西亚 这位伟大的女性 用一生与命运博弈 最终 她赢得了胜利 而那时 也在德与诗的博弈中 取得了均衡 好 《美丽心灵》这本书 就为你解读到这里 听书笔记就在音频下方 我们下期再见 《美丽心灵》这本书 《美丽心灵》这本书 是 《美丽心灵》这本书